AWM和M200究竟谁更强呢? 这两把都是空头双居 今天就来测试一下它们 首先来看看1.伤害 AWM打身体伤害为119点 打头部为287点 M200打身体为114点 打头部为275点 明显是AWM更高 但两把枪都是一枪秒三击头 两枪秒三击甲 用起来基本没区别 2.射速 AWM的射击间隔为1.85秒 M200的射击间隔为2秒 AWM的射速更快 3.子弹出速 直接来看数据 AWM的子弹出速为945米每秒 M200的具体数据虽然没有 但子弹出速明显比AMR更快 AMR为1200米每秒 M200最起码有1300米每秒 所以是M200更快 4.弹容量 AWM出时弹容量5发 扩容后为7发 M200也是一样 两者打平 5.换弹速度 AWM打空弹侠换弹为4.6秒 装了弹侠之后 打空弹侠换弹为3.2秒 M200又是一样的属性 也是4.6秒和3.2秒 两者再次打平 6.配件 AWM比M200多了一个枪托 但AWM装枪托一点用都没有 两者再次打平 7.特殊功能 M200比AWM多了一个特殊功能 那就是拉栓的时候 不用关闭瞄准 这使得M200不容易丢失目标 结论来了 AWM的优势在于伤害更高 射速更快 M200的优势在于子弹出速更快 拉穿的时候不用关闭瞄准 两者实力都在同一水平 没有谁好谁坏的区别 就看你更看重哪一点了 高伙伴们 你们更喜欢谁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